现在的用户对于一个家庭MPV的需求可是越来越高了 你看不仅要满足家人的日常的舒适性要求 而且呢还要满足日常通勤呢 最好再能上个绿牌 然后呢还要一个很高的性价比才行 今天来看一下东风新海V9怎么样 那这辆车有个很大的亮点 就是它有两套的前脸设计 有一个是像我今天试驾车这一台 就是青云梯的一个前脸 寓意着事业平步青云的意思 那其实我个人更喜欢的是它另外的一套 就是那个带有中国节的 很有中国韵味的那一套前脸 那我个人就觉得那一套呢 是更加适合我们家庭用车 那这一套前脸呢就更加适合 比如说它出入一些高端的商务的地方啊 包括一些机场啊还有酒店等等 就更加适合商务接待用 那说到经常使用的场景 那当然就是我们在日常的使用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在日常方面呢 它能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体验 首先你看内饰方面呢 它是采用了一个 41英寸的三连屏的设计 并且呢这个车机采用的是 8155的芯片 也是现在比较主流的芯片 那内置的呢 很多都是主流的APP可以使用 包括一些娱乐功能啊 那我们司机在等人的时候 或者是在等宝宝啊 等自己的女主人下班的时候 对吧 就很惬意的可以在车里来享受一下自己的一个时间 主副驾的座椅有10项电动调节 并且还给你配了座椅通风啊 加热啊 这些都是有的 而且还有8点式的座椅按摩 这就极大的保证了我们在日常使用的当中啊 就是主副驾的人 可以很好的有一个休息的效果 那另外这台车 你看像5米多的一个车长 这么大一台车 那我们在日常的城市用车当中呢 肯定避免不了会有一些什么 你像狭窄的一些停车位啊 那这辆车呢 还有什么可以给你解决呢 你看像360的全景影像 还有就是自动泊车啊 循迹倒车啊 另外新海V9 它还有L2加级别的这个辅助驾驶功能 高速NLA循迹功能等等 所以呢 这让我们在城市通行 高速通行 或者是停车的时候 都会更加的轻松一些 那我们在日常通勤上下班 这种城市道路啊 那开起来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其实今天我在试驾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这台车 它还是真的是挺好开的 操控起来也非常的灵活 那在动力方面呢 它采用的是 马赫1.5TD的 混动高效发动机啊 能够实现领先同行的 45.18%的热效率 那此外呢 根据车辆版本的不同 它分别配备的是一块 20.16千瓦时和34.94千瓦时的电池包 能够实现CLTC纯电续航里程 达到了100公里和200公里 就拿200公里这个续航里程来说啊 其实它放眼望去 在同级别的这种MPV车型当中 它算是续航里程 纯电的续航里程啊 算是给的比较充足的了 那这一点呢 还是略胜一筹的 另外你看200公里 我们平时在城市当中的 上下班通勤呢 或者是接娃呀 这一类的完全都可以用纯电来进行了 那其实很多人对MPV这个车型啊 还停留在那种比较刻板的印象 就是坐起来开起来 有一种呼呼哟哟的大船的感觉有没有 但其实我今天在试驾这台车的时候 这台车就完全没有那种像开船的感觉 相反啊 你看它还有一个很小的转弯半径 其实跟一个A级的家庭轿车的 这个转弯半径数据来说是等同的 所以说你看我驾驶起来还是说操控起来都很灵活 不管是转弯啊 还有就是便道啊 超车啊 这些都还是来的挺利索的 那接下来的用车场景呢 当然是买MPV的重中之重 也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场景 就是跟家人一起短途长途出行的场景 那就要考虑一下我们家人坐在二三排 这个空间表现会不会很舒适了 接下来我们上车来看一下 来到第二排 它的第二排座椅呢 是有12项电动调节的 并且你看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啊 都是有的 还有这个扶手的智慧瓶 也就是前后的移动啊 包括一些空调和多媒体都是可以控制的 还有什么小桌板 但其实我觉得这一些呢 相比这些而言 我觉得这台车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说它的二排是可以左右移动的 移动之后就能很好的腾出了 大概210毫米的这样的中央过道 就很方便过道第三排 那就不用担心说家里有稍微胖一点啊 或者稍微体型壮一点的人 哎走起来会不会很费劲啊 这样我觉得这个贴心的设计还是蛮好的 那像家里有宝宝的家庭呢 你看妈妈坐在二排 这样子也方便 很方便的去照顾自己的宝宝 这一点呢就非常的贴心 现在来到第三排啊 其实这个空间表现是真的还不错 你看刚才第二排呢是我已经调了 是比较舒适的一个成年人的姿势的座位了 那现在呢我是腿部还有两拳多的一个距离 然后头部呢还有一拳多一点的距离 其实整一个坐在第三排呢并不会觉得压抑 相反呢它一些配套的功能 我觉得还是很暖心的 你看像空调的独立出风口啊 然后还有就是放一个杯架 另外还有一个储物空间放手机 那还有扶手 另外还有音箱啊等等这些配套的功能 最最重要的还有什么 你看这里还有小挂钩 其实我觉得这个挂钩还是很有必要的 你比如说像我们长途出行的时候 宝宝坐在后排 他避免不了要吃一些零食啊什么的 这里呢就可以挂一些像垃圾袋啊 就很实用有没有 再来说说拥有一台MPV最重要的场景 当然是要带着我们的家人出门远行了 那说到远行呢就避免不了有一个问题 要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这辆车它的容量够不够大 来看一下这个后备箱怎么样 它的后备箱容积呢为593升 最大可以扩容到2792升 这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说将座椅折叠后 可以完全的收纳在地板之下 营造出了一个特别规整的大空间 鸟变了一米八的大床 那其实在外出游玩也好啊 日常休息也好都是相当实用的 那在我们和家人长途远行 或者是在自驾游玩 或者是露营的时候呢 肯定需要外放电对不对 那星海威酒呢给你配了一个3.3000瓦的外放电 就可以连接一些比如说像咖啡机啊 一些小的烹饪机都可以用起来 咱再来说说啊 如果我们日常用车场景当中呢 再有那么几次的商务接待需求 那我就想问一下 你觉得这车的牌面够不够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 OK最后呢我们来回归开头的问题 就是说这辆东风风行信海威酒 它的产品力在静景当中到底扛不扛打 但其实我们今天通过了几个场景来进行分析 你像日常用车呀 还有带家人的长短途的出行 还有商务接待这几点呢 来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那我其实整一个感觉呢 就是这辆车给我的感觉是 它的豪华程度要远超20万级的 那你看相比于它的一些其他九字辈的车型 你像腾市的D9啊 还有传奇的E9 这些呢价格都要去到30万以上的了 那它的起售价却只需要19.99万元起 那朋友们我想问一下 以这样的产品力和售价 你觉得这台东风风行信海威酒 到底能不能算得上是比较全面的 六边形战士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李李 下期再见 拜拜